真愛鄉新山高山第一期 今年修行狀況不敗 為了協助農民行銷提供 真愛鄉公秀第一次基盤全鄉第一期平感 雖然參加農民人數不少 不過整體品質是真受到專家耳落 這時也可能因為是真愛鄉第一次基盤第一期平感 農民對平感標準較扯分 出現第一期並沒有做好分級的狀況 也是專家人為也有需要改善的觀點 人愛鄉公秀邀請專家丹人平信 他一起吃每一集農民參加的天氣 除了口感、風味和外觀 也要維持人家的關係 這是人愛鄉第一期基盤天氣平感 農民對自己在財政局有信心 也自由平感 觀摩學識別人的優點 第一次我們也第一次參加 我覺得這很好 為什麼 這樣才可以讓我們人愛鄉的市值 讓大家都知道 不是只有摩天林的市值 那對你們自己的甜飾品質有信心嗎 有啊 有非常有信心 為什麼 有信心 因為我們是採用自然農法 有差別 就是自然農跟法 它的大小力比較小顆一點 以上會不會吃虧 我們稍微吃虧一點 但是舌尖煎熱的人 他吃得出來 所以你會覺得你們內在沒勝過外在沒 對 就是這一企劃 好嗎 這軟掉了 整體來說 人愛鄉生產地區的品質是非常好 平心對處是相當黑了 這時也因為第一次基盤平感 農民可能沒有了解比賽規定 也可能是分級觀念也不很好 出現後一樣是太天氣 評鑑跟食杜不一樣的觀點 這整個評鑑下來 我們發現說 整體來講它的品質是算好的 因為它的生長條件來講 它的海拔夠 然後糖度夠 那脆度也有 但是就是有一些小瑕疵就是說 裝箱分級部分 比較沒有那麼注重 那造成說一個箱整體的那個一致性 會有比較差 分級包裝 還有品種分辨 把它非常的不夠嚴謹 這是我們在這一次的評鑑當中 會發現的 那如果我們農會 在這個福島上 我們會加強 特別在這個特色化跟差異化的協助 那讓將來這個品質會更加的一致 最後拿到在上面的農民 就是因為品質完全一樣 打擺所有農民 雖然它顏色不是最紅的 它顏色不是最紅 但是它一致 一致性的話 你就會看起來非常漂亮 整齊 品種也一樣 它不會有說 自然跟富有混在一起 形狀不一樣的現象跑出來 講說第一次基盤天氣評鑑 主要目標在協助農民提供行銷 也就由這次的評鑑 發言農民對著分析觀念 跟品質統一的要求也不夠好 對未來共産跟農會 協助農民生產國品質 符合社會市長輸球的股市地區 有很大的幫助 記者翁佳醒 彩虹報道